再来关心核四议题 核四到底安不安全 就连国民党立委也有很多的疑问 今天党团找来了由行政院副院长毛志国 领军的核四专案小组来为立委解惑 只不过官员的答案似乎不能让立委满意 有立委就批评说了 官员的回答是避重就轻 另外也有立委吐槽了 说这些资讯他早就知道了 看来想要邻居党内的共识并不容易 反而民意高涨 尽管身为执政党 国民党立委对核四安全一样一律冲冲 国民党团一号中午 举行核能安全专案小组会议 找来行政团队说清楚讲明白 立委丁守中以美国为例 质疑台湾连核废料终极储存厂都找不到 如何再说服人民新建核四 他把这些用过的核燃料棒 会形成危险与长期的健康 有黄金风险 我了解 对不对 这个假如只是一个法院的判决 那其实也只是一个法官的意见 不见得代表 就一定就是这个样子 对于河安的疑虑 立委大胆提问 官员也卖力回答 但以正存江舌站 官员的回答 立委似乎仍不买账 原能会的副委所说的 我们会信的话 不会有到今天 原能会台电所讲的 一支上市民的心 我们的问题都毕中究竟在答 没有抓到核心的问题 所以这样的话 怎么怎么要我们支持 我今天不来说实在也没有差 因为今天讲的都是过去我所知道的资料 所以我觉得他们资料应该要与事更进 不然委员都无法说服 怎么能够说服这个民众呢 我想从这个大家互相这个对谈的过程当中 可以看得出来 中间有许多地方 是这个过去大概没有什么机会讲清楚 那现在我们是第一次 试图把他有些地方讲清楚 未来会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 跟大众做说明 负责督导行政院核四专案的毛治国 肯定这次行政立法的会面 是一个好的开始 但立委可不是省油的灯 行政团队要争取党籍立委支持 恐怕还得再加把劲 由丹TV陈明彦李黄轩台北报导